三国演义 第七十一回 战队山黄中一代劳 巨汉水赵云寡胜众 却说孔明吩咐黄中 你既要去 无教法证助你 凡是记忆而行 无随后坡人马来接应 黄中应允 和法证领本部兵去了 孔明告玄德曰 此老将不着言与吉他 虽去不能成功 他经济去 须拨人马前去接应 乃幻照云将一只人马 从小路出骑兵接应 黄中若胜 不必出战 唐中有诗 急去就应 又遣留封孟达 领三千兵于山中险要去处 多利经骑 以撞我兵之声势 令敌人惊疑 三人各自领兵去了 又拆人往下半受寄予马超 令他如此而行 又拆严严往巴西郎中守爱 替张飞魏严 来同取汉中 却说张和与夏侯上来见夏侯渊说 天荡山已失 折了夏侯德韩号 经文刘备亲自领兵来取汉中 可诉奏魏王 早发金兵猛将前来侧应 夏侯渊便拆人报之曹红 红星夜前到许都秉至曹操 曹大金 急剧文武商议发兵就汉中 长使留夜靖曰 汉中若失 中原震动 大王修辞劳苦 必须亲自征讨 曹自毁曰 恨当时不用轻言 已至如此 盲传令志 起兵四十万轻征 石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夜 曹操分兵三路而进 前部先锋下侯敦 操自领中军 使曹修压后 三军陆续起行 操骑白马金安 玉带锦衣 武士手持大红螺消金散盖 左右金瓜银月 更棒割锚 打日月龙凤金旗 护驾龙虎冠军二万五千 分为五对 美对五千 暗青黄赤白黑五色 其番甲马并异本色 光辉灿烂 及其雄壮 兵出同关 操在马上望见一簇陵幕 及其茂盛 问尽誓曰 此何处也 答曰 此名蓝田 陵幕之间乃蔡雍庄也 金雍女蔡眼与其夫董四驱此 原来操素与蔡雍相善 先时其女蔡眼乃未道戒之妻 后被北方掳去 于北帝生二子 做胡家十八拍 流入中原 操身连之 使人持千金入北方熟之 左贤王俱操之事 宋蔡眼还汉 操乃以眼配与董四为妻 当日到庄前 应想起蔡雍之事 令军马先行 操引进士百渔记 到庄门下马 使董四出世于外 只有蔡眼在家 眼闻操志 忙出迎接 操志堂 眼问起居臂 视立于侧 操偶见臂肩悬一杯闻涂轴 起身观之 问于蔡眼 眼达曰 此乃曹娥之悲也 习何地时 尚于有义乌者 明曹须 能婆娑乐神 五月五日 最五周中 堕江而死 其女年十四岁 绕江提枯七昼夜 跳入坡中 后五日 父父师浮于江面 礼仁藏之江边 尚于令杜上奏文朝廷 表为孝女 杜上令寒丹纯作文 捐杯以祭其事 时寒丹纯年方十三岁 文不佳典 一挥而就 历时目测 识人其知 切父蔡雍文而网官 时日以目 乃于暗中 以手摸杯文而读之 所必大书八字于其辈 后人捐食 并捐此八字 操读八字云 皇眷幼父 外孙姬旧 操问掩曰 辱解此亦否 掩曰 虽先人已比 切实不解其亦 操回顾众谋事曰 辱等解否 众皆不能答 于内义人出约 某亦解其亦 操试之 乃主不扬修也 操曰 亲且物言 容无思之 遂辞了菜眼 隐重出装 上马行三礼 忽醒悟 孝未修约 轻事言之 修约 此隐语儿 皇眷乃颜色之思也 色旁家思 是绝字 幼父者 少女也 女旁少字 是妙字 外孙乃女之子也 女旁子字 是好字 机就乃受五心之气也 受旁心字 是词字 总而言之 是绝妙好词字 曹大经曰 正和孤义 众皆探献阳修才是之名 不一日 君至南正 曹红接着 被言张和之事 曹曰 非和之罪 胜负乃兵家常事尔 红曰 穆金刘备使皇中攻打定军山 下侯冤之大王兵制 故守未曾出战 曹曰 若不出战 事事诺也 便差人持截到定军山 叫下侯冤进兵 刘叶建曰 冤姓太刚 孔众奸计 曹乃作首书语之 使命持截到冤营 冤接入 使者出书 冤差事之 略曰 凡为将者 当以刚柔相继 不可图示其勇 若但任勇 则是一夫之敌尔 无今屯大军于南正 欲观清之妙才 误入二字可也 下侯冤懒必大喜 打发使命回弃 乃与张和商议曰 今卫王帅大兵屯于南正 以讨刘备 吴宇如就守此地 岂能建立功业 来日无出战 勿要生擒黄中 张和曰 黄中某永兼备 旷有法证相助 不可轻敌 此间山路险峻 只宜坚守 冤曰 若他人见了功劳 吴宇如有何面目见卫王爷 汝至守山 无去出战 岁下令曰 谁敢出少又敌 下侯尚曰 吴怨往 冤曰 汝去出少 与黄中交战 只遗输 不遗淫 无有妙计 如此如此 上寿令 引三千军离定军山大寨前行 却说黄中与法正引兵屯于定军山口 累次挑战 下侯冤坚守不出 欲要进攻 又恐山路危险 难以料敌 只得聚守 适日 呼报山上曹兵下来诺战 黄中恰带引军出营 衙将成事曰 将军修动 某愿当之 中大喜 遂令城市引军一千出山口列阵 下侯上兵至 遂雨交锋 不述河 上诈败而走 适赶去 行到半路 被两山上雷木炮石打江下来 不能前进 正欲回时 背后下侯冤引兵突出 臣氏不能抵挡 被下侯冤生情回债 不足多详 有拜君逃得性命 回报黄中说 臣氏被擒 中荒与法正商议 正曰 冤为人清造 适用少谋 可激励士族 拔债前进 步步为营 又冤来战而擒之 此乃反客为主之法 中用其谋 将应有之物 敬赏三军 欢声满谷 愿笑死战 黄中即日拔债而进 步步为营 没营住数日又尽 冤文之 欲出战 张和曰 此乃反客为主之计 不可出战 战则有失 冤不从 令下侯上领数千兵出战 直到黄中寨前 中上马提刀出营 与下侯上交马 指一合 生情下侯上归债 于皆败走 回报下侯冤 冤即使人到黄中寨 严愿将陈氏来换下侯上 中约定来日阵前相换 四日 两军接到山谷阔处步成阵事 黄中下侯冤各立马于本阵门骑之下 黄中带着夏侯上 夏侯冤带着陈氏 各不与袍凯 只穿臂体搏衣 一声鼓响 陈氏夏侯上各望本阵奔回 夏侯上必急到阵门时 被黄中一剑射中后心 上代剑而回 冤大怒 骤马进取黄中 中正要击冤厮杀 两将骄马 战道二十余和 曹营内忽然明京收兵 冤荒拨马而回 被中城市杀了一阵 冤回阵问压阵官 为何明京 答曰 某剑山蛙中有属兵其翻树处 恐是伏兵 顾及招将军回 冤信其说 遂坚守不出 黄中追到定军山下 与法正商议 正义手指曰 定军山西 为然有一座高山 四下皆是显道 此山上足可下 是定军山之虚实 将军若取得此山 定军山只在掌中也 中仰剑山头烧平 山上有些少人马 事业二更 中影军是明京击鼓 直杀上山顶 此山有下侯渊 不降度洗手霸 只有数百余人 当时剑皇中大队涌上 只得弃山而走 中得了山顶 正与定军山相对 法正曰 将军可守在半山 某居山顶 代下侯渊兵至 吴举白旗为号 将军却按兵勿动 待他倦待吴备 吴却举起红旗 将军便下山及之 以意待劳 必当取胜 中大喜 从旗记 却说渡习引军逃回 见下侯渊说 皇中夺了对山 渊大怒曰 皇中占了对山 不容我不出战 张和剑曰 此乃法正之谋也 将军不可出战 只宜坚守 军曰 战了吴对山 官无虚实 如何不出战 何苦见不听 军分军围住对山 大骂挑战 法正在山上举起白旗 任从下侯冤百般入骂 皇中止不出战 五十以后 法正见曹兵倦怠 锐气已舵 多下马作席 乃将红旗招战 古脚齐名 盘胜大阵 黄中一马当先 直下山来 犹如天崩地他之事 下侯冤措手不及 被黄中赶到灰盖之下 大鹤一声 犹如雷吼 冤为吉相迎 黄中宝刀已落 连头带肩砍为两断 后人有事赞 黄中曰 仓头灵大敌 炮手呈神威 力衬雕攻发 风吟雪刃辉 雄生如虎后 骏马似龙飞 献国功勋众 开疆斩地基 黄中斩了下侯渊 曹兵大溃 各自逃生 黄中城市去夺定军山 张和领兵来迎 终与城市两下夹攻 混杀一阵 张和败走 忽然山旁闪出一标人马 挡住去路 为首议员大将大叫 长山赵子龙在此 张和大金 引拜军夺路望定军山而走 只见前面一支兵来迎 乃渡喜也 习曰 金定军山已被刘锋梦达夺了 和大金 遂与渡喜引拜兵到汗水扎营 一面令人非报曹操 操文冤死 放声大哭 方物管路所言 三八宗衡 乃建安二十四年也 黄珠玉虎 乃岁在己亥正月也 定军之南 乃定军山之南也 伤折异故 乃冤与操有兄弟之亲情也 操令人寻管路时 不知何处去了 操身恨黄中 遂亲率大军来定军山 与夏侯渊报仇 令徐晃作先锋 行道汗水 张和渡习接着曹操 二将曰 金定军山已施 可将米苍山两草 移于北山寨中囤积 然后进兵 曹操依允 却说黄中斩了夏侯渊首级 来加盟官上见玄德献功 玄德大喜 加中为征锡大将军 设宴庆贺 忽崖将张柱来报说 曹操自领大军二十万来与夏侯渊报仇 穆金张和在米苍山搬运粮草 宜于汗水北山脚下 孔明曰 经操引大兵至此 孔粮草不敷 故乐兵不敬 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烧其粮草 夺其自重 则操之锐气错矣 黄中曰 老夫愿当此任 孔明曰 曹飞夏侯渊之弊 不可轻敌 玄德曰 夏侯渊虽是总帅 乃亦勇夫尔 安吉张和 若斩得张和 圣斩夏侯渊十倍也 中奋然曰 无愿望斩之 孔明曰 你可与赵子龙同领一支兵去 凡是记忆而行 看谁立功 忠应允便行 孔明就令张柱为父将同去 云卫忠曰 金操引二十万众 分囤十赢 将军在主宫前要去夺粮 非小可之事 将军当用何策 忠曰 看我先去 如何 云曰 等我先去 忠曰 我是主将 你是副将 如何争先 云曰 我与你都一般为主公出力 何必计较 我二人年旧 年凿的先去 忠一允 当时皇忠年凿先去 云曰 既将军先去 某当相助 可约定时刻 如将军衣食而还 某岸兵不动 若将军过时而不还 某籍引军来接应 忠曰 公言是也 于是二人约定五时为其 云回本寨 魏部将张义曰 黄汉生约定明日去夺粮草 若五时不回 我当网住 无银前淋汉水 地势危险 我若去时 辱可谨守债诈 不可轻动 张义应诺 却说黄忠回到寨中 魏副将张柱曰 我斩了下侯渊 张和丧旦 无明日领命去结粮草 只留五百军手营 你可住无 今夜三更进阶宝石 四更离营 沙到北山脚下 先捉张和后结粮草 张柱一令 当夜黄忠领人马在前 张柱在后 偷过汗水 直到北山直下 东方日出 见粮机如山 有些少军事看守 见属兵道 尽弃而走 黄忠叫马军一起下马 取柴堆于米粮之上 正欲放货 张和兵道 与中混战一处 曹操文之 即令徐晃接应 黄领兵前进 将黄忠困于该心 张柱引三百军走脱 正要回债 呼一只兵撞出 拦住去路 为首大将乃是文聘 后面曹兵又致 把张柱围住 却说赵云在营中 看看等到午时 不见钟回 急忙劈挂上马 引三千军向前接应 零行为张一约 如可坚守营债 两臂相多射攻弩 以为准备 一连声应诺 零挺枪咒马直杀往前去 迎头一将拦住 乃文聘步将慕容列也 拍马五刀来迎赵云 被云守起一枪刺死 曹兵败奏 零直杀入重围 又一只兵截住 为首乃位将交柄 零贺问曰 蜀兵何在 丙曰 以杀尽义 零大怒 咒马一枪 又刺死交柄 杀散于兵 直至北山之下 见张和徐晃两人围住黄中 军事被困多时 零大喊一声 挺枪咒马 杀入重围 左冲右途 如入无人之境 那枪浑身上下若五梨花 遍体纷纷 如飘锐血 张和徐晃心惊胆战 不敢迎敌 零就出黄中 且战且走 所到之处 无人敢住 操于高处望见 经问众将曰 此何人也 有侍者告曰 此乃长山赵子龙也 操曰 昔日当阳长板英雄尚在 集传令曰 所到之处 不许轻敌 赵云救了黄中 沙透重围 有军事指曰 东南尚围的 必是副将张柱 云不回本寨 遂望东南沙来 所到之处 但见长山赵云四字旗号 曾在当阳长板之旗涌着 互相传说 进阶逃窜 云又救了张柱 曹操见云东冲西图 所向无前 莫敢迎敌 救了黄中 又救了张柱 愤然大怒 自领左右将士来赶赵云 云已杀回本寨 不将张义接着 望见后面沉起 知事曹兵追来 即位云曰 追兵渐进 可令军事闭上寨门 上敌楼防护 云鹤曰 休闭寨门 辱岂不知无袭 在当阳长板时 单枪匹马 去曹兵八十三万如草戒 今有军有将 又何惧灾 遂波公弩守于债外豪中埋伏 将营内骑枪进阶导演 金谷不明 云匹马丹枪 立于营门之外 却说张和徐晃领兵追至属债 天色以目 见债中演其席谷 又见照云匹马丹枪立于营外 债门大开 二将不敢前进 正宜至监 曹操清道 即催都众军向前 众军听令 大喊一声 杀笨迎前 见赵云全然不动 曹兵翻身就回 赵云把枪一招 豪中攻弩齐发 时天色昏黑 正不知属兵多少 曹先拨回马走 只听了后面喊声大震 鼓角齐鸣 属兵赶来 曹兵自相践踏 涌到汗水河边 落水死者不知其数 赵云黄中张柱各引兵一支 追杀甚及 曹正奔走间 忽留风梦达帅 二支兵从米苍山路杀来 放火烧粮草 曹弃了北山粮草 忙回南政 徐晃张和扎脚不住 一弃本寨而走 赵云占了曹寨 黄中夺了粮草汗水 所得军器无数 大获圣洁 差人去报玄德 玄德遂同孔明前置汗水 问赵云的部族曰 子龙如何厮杀 君是将子龙救黄中拒汗水之事 细数一遍 玄德大喜 看了山前山后险峻之路 欣然为孔明曰 子龙一生都是淡野 后人有事赞曰 昔日战长板 微风游未见 徒正显英雄 被为师勇敢 鬼哭与神豪 天经并地惨 常山赵子龙 一生都是淡 于是玄德号子龙 为虎威将军 大唠将士 欢宴至晚 呼报曹操 附浅大军 从邪谷小路而进 来取汗水 玄德孝曰 操此来无能为也 我料必得汗水意 乃率兵于汗水之西 以迎之 曹操命徐晃为先锋 前来决战 仗前一人出约 某身之地里 愿助徐将军同去破树 曹是之 乃巴西严渠人也 姓王明平 自子军 献冲衙门将军 曹大喜 遂命王平为父先锋 相助徐晃 曹屯兵于定军山北 徐晃王平引军至汗水 谎令前军渡水列阵 平曰 君若渡水 躺要击退 如之奈何 谎曹 习韩信被水为阵 所谓至之死地而后生也 平曰 不然 习者韩信料敌人无谋而用此计 金将军能料赵云皇中之意否 谎曹 如可引不军距敌 看我引马军破之 遂令搭起浮桥 随即过河来战术兵 正是 为人妄议宗韩信 属相哪知是子房 为之胜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仍然是 为人妄议宗韩信 阮法 为人妄议室